中醫的角度 有些常見的疾病 在春天的情況下會發生 有甚麼多留意的疾病 看看這個人士有沒有長期的問題 例如有濕疹或風濕 這個時期最容易發生 因為病發 細菌滋生是比較活躍的 是春天 還有甚麼流行病 春天是腸胃病 感冒、濕疹 風濕是甚麼 我也想了解一下西醫的風濕 好像沒有風濕 例如有痛風症 風濕是甚麼 風濕是一些風寒入親人體 當然這個人體本身的體質弱了 或者有一些跌傷過 有個內傷之後 未完全可以處理好 它會聚集一些濕氣 跟外面的天氣濕氣 有個響應 這個時間就會發生風濕 即是會突然間關節痛 風濕不痛 醫師 我想請教一下 我經常聽別人說 你很燥熱 你很怕冷 你很寒 這些所謂熱和寒 其實是否中醫的角度有個解釋 甚至為何會做到這樣 或是我們覺得自己燥熱或寒 又有甚麼在飲食上有避忌呢 是的 如果我們覺得身體是寒性的 寒性我們一定是不可以吃一些寒性的食物 例如飲湯 不要飲西洋菜湯 它是比較寒的 一些菜乾湯 或者蔬菜來講 白色的蔬菜都是偏寒的 如果我們要食菜 所以就用薑來炒一下 炒 加多些薑也可以 另外如果說瓜果 蝦蜜瓜 炒皮瓜 蜜瓜 臨齒 羊肚 砂糖吉 金 這些是寒性得來 有濕氣 所以都是不應該吃的 食了會怎樣 如果我寒底的人 食了很寒的食物 食了會很累 甚至寒氣 會進入他的經絡 他會對腳很吵 會很不自在 如果醋底呢 大聲一點 醋底 醋底 未必一定是 正話所說的食物 要多吃一點 不是的 醋底不是多吃寒的食物 他也可以吃 但不太多 醋底的人 首先要救份 救份 另外就是 不要吃辛辣 煎炸 或者打火鍋太多 有時會喝酒 喝了一些烈酒 那些都是對醋底的人 沒有好處的 如果醋底的人 吃了很醋的食物 那他身體有什麼狀態 或者不健康的情況 很容易 喉嚨痛 就是 免疫系統的第一防腺 已經很容易失去 喉嚨痛 很容易傷風感冒 就會令我們生病 另外 如果有血壓問題 血壓會更加高 會更加高 或者會便秘 除了這個寒 和這個醋之外 還有什麼分類 在中醫的角度 還有分類 可以分為陰陽 或者說一下陰虛 或者陽虛的體質 陰虛的體質的人 一般就是 有時是容易生氣的 因為有火 有些虛火 另外他會喜歡喝一些茶 暖的茶 但他喝水就不會很多 但他很容易口乾 經常要喝水 但不多 或者大便 有些人會羊背屎 即是大便很乾 已經是一粒粒的 這些就是很典型的陰虛體質 除了剛才所說的 身體上的狀態之外 會不會是一個病 是否病 不是病 即是不理想 是否這個意思 有沒有去到發病的階段 容易發病 那種類型的病 哪類型的病 會比較多 要陰虛的人發病 陰虛的人要發病 其實糖尿病 很多都會陰虛 各種身體 不平衡的身體發病 都有他的特質 發病的時間 就因著他的身體 來調節他 果然陰虛 楊虛呢 楊虛的人容易怕冷 容易累 容易洩瀉 沒有記性 那些骨骸等等 都會差一點 骨骸開始有些不自在 陰虛陽虛也是一個問題 陰性陽性的 是否問題 陰性陽性的 一定是問題 會怎樣 陰虛 剛才講過很多病徵 如果陽性會怎樣 是否吃得太多白色菜 就會出現陽太性 白色菜是會令到 白色菜是屬於陰寒的菜 它怎會令到陽性 陰性呢 陰性會否太性 會否太性 會 會出現甚麼狀態 因為陰性太性 陰虛陽虛 大家經常都聽到 陰性太性 會怎樣出現 其實陰性很少有入病 這個人基本上 說到陰性 會水中 水中 失調了 水中 已經有水中 陰性一定怕冷 天寒地寒沒有太陽 全部的水不能代謝 整個人的循環都不行 陽性會怎樣 陽性容易血壓高 發脾氣 火爆 大便不好 是否在飲食中失行而產生了陽性陰性或陽虛陰虛 除了飲食 還有他們的生活習慣 睡覺其實很重要 水夠不夠 情治 亦產生失行 失行後就出現了 很容易有火 即是陰虛陽虛陰性陽性 就出現剛才所說的生活協調 食物特別某日子 某天氣吃多了某些東西 而不跟時令 就會出現了一些失行的情況 如果身體一般 它是正常的體質 其實可以自動調節 有時吃錯了少許東西可以自動調節 但是身體已經偏向了 弱了 虛了 它不能夠調節的時間 就出現了失行 明白 麻煩你醫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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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